科技豪华高端一直都是Avita的标签 那么今天汉汉来带你去试下一款Avita的极大成者 Avita12它的一个真成版 首先我带大家来熟悉一下它的外观 与它的纯电版不同的是 这一版它的一个电子后视镜增加了一个折叠功能 整体上看起来非常的圆润 像不像一个飞船 它的外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它前方的一个hello屏 这个hello屏可以进行完整的DIY 我想放什么就放什么 由于一个电子后视镜的加入 它后面是一个完整的背部 这样相较于我们的一些普通的溜背车型 它的后尾部看起来会更加的圆润 除了外观的这些豪华点 汉汉带你去看一看内饰到底这款车豪华在哪 看到这个无线充电的方式没有 我就问你优不优雅 二位塔12呢 在真诚版的上面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无线充电 可以缓慢的降下去 而且它的后面呢 也是有相应的无线充电的出风口 可以为你的手机进行一些降温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这款车 它到底有哪些豪华的 首先在配置方面 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这些基础 该有的 它都有 其次呢 更多的豪华点是在它第二排 这一次它的第二排 有一个非常强的吸顶瓶 打开后排吸顶瓶 好的 就再展开吸顶瓶 看到没有 是不是宝马骑系上的功能 阿威塔12在30万元这个级别就给到你了 好了 讲完这款车的一些豪华点之外呢 我们来讲一讲这一次阿威塔12 它更新的重点 那么就是它的一个增程版 这款车 它的增程版的纯电续航 能够达到245公里 而它的综合续航 是可以达到1100多公里 可以说啊 它满足了咱们日常出行的代步需求 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 基本上可以当做一个电车来使用 一次充电 三四天的通勤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这款车它的增程器的功率也给的非常大 无论是溃电情况下还是满电情况下 它的一个急速都能够达到190公里 好了 说了那么多 其实我在这儿更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就是阿威塔 它是由中国汽车供应链最强的三个巨头 分别是长安 宁德时代 以及华为 相当于说阿威塔是集成了中国的整个供应链的最强者 所以说这款车同时搭载了宁德时代最强的一个电池 以及华为最新的ADA3.0 完成了第一关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在城市路况当中 遇到那种会插队的车辆 遇到横穿的各种电动车 我们看一看阿威塔12它的真诚法 今天会处理的怎么样 可以看到整体的巡航路段它的一个提速是非常平稳的 向右变道 好 向右变道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果断 同样呢 它也识别到我的右方 其实是有大量的电瓶车和自行车在通过的 第二关 它在过这种路口转向的时候 对于它附近的一些场景 路况 行人 自行车 车辆的识别 以及判断决策 我觉得是非常果断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其他路况 前方堵车的时候 小塔它会怎么进行它的一个操作 前方遇到红绿灯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场景识别上 识别到了前方是红绿灯的路况 来这儿 也识别到了前方的红绿灯 一个实时路况 说实话 我觉得在成都的城区 开路还是需要一点技术的 毕竟 车与车之间的建局挨得非常近 旁边还有 飞机动车时不时的占用一下你的道 而这种时候就非常考验 A-DAS它的一个决策能力了 这个自行车到底对我有没有威胁 以及我自身的安全能不能够得到保障 这是需要一个非常综合的考量 好的 我们现在来试一试 阿维塔12 它在一些比较极限的情况怎么停车 我前方是有一个断头路 这种一般来说 新手司机都是选择我忽略掉它 那么如果我们强行让小塔来干这件事 如果车库只剩这个车位 它该怎么办 要把车位找到了 我们来试一试这个断头路的车位 它是怎么自己拨进去的 离车不入 走 我们下车 来我们来看一看 小塔它是怎么操作的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直接不入进去的话 角度是不够 所以说它往后退了一点 来找一下这个车的一个角度 非常聪明 它直接选择从前方的空间借到 然后通过借前方的空间来从后面直接倒进去 除了它可以自己拨进去之外 那我们在过往商场过后 或者说我从家里面来到电梯口 我也可以召唤我的小塔 让它自己过来到我的跟前来 来我们试一试 首先打开华为手机召唤我们的小塔 路径正在规划中 它正在慢慢的思考该怎么靠近我 可以看到它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 那这时候我只需要很优雅的直接上车 我就可以把我的小塔马上开走 阿维塔12这次在搭载了征程器过后 可以说具备了30万元这个级别当中的最强产品力 拥有灵德时代的最新电池 华为的最强自家 还有长安对于征程的深入研究 你觉得它作为一款C级轿车 你给它打多少番 你给它打多少番 你会这样做吗 我可以说